考虑过来读书合理规划的话 不但是说你可能在费用上面压力小一些 甚至你还能有额外的一个不错的收入 如果呢举个例子我们以旅转学为例 你能大概省多少 那举个例子哈 如果我们去读像是这种研究生 研究生文凭或者是言文的话 那我们看可能学费加上三口之家生活费 那大概呢可能是在七万到八万的水平 但是如果你过来之后像我说的一个人上学 对吧那配偶你是可以申请配偶工签的你的工资 我按最低的标准说一年三万四万肯定有了吧 那再加上呢你夫妻的这个上学以后 那假如说你未来有孩子他上小学 他上任何的公立学校 你一个子女一年的学费 你可能就能省个大概三到四万了 那这样子算下来虽然你是过来读书的 但你可能反而每年还能有大概五万到六万的一个净收入 那举个例子如果过来这边 同样我们是过来读书的 那但是呢是可能读一个比较两年的一个专业吧 对吧那我们可能一年的花费 加上三口之家的夫妻的一个生活费 可能大概在十二万 但别忘了我们的收益呢 大家也可以看有配偶的工资 对吧然后可能还有孩子省的学杂费 以及你居住的时间以后 超过一段时间你还可以有本地的福利金 那你算下来两年的生活 你可能也能有大概 这个净净于可能七万到八万 所以如果你能够考虑过来读书 合理规划的话 不但是说你可能在费用上面压力小一些 甚至你还能有额外的一个不错的收入 所以如果此时此刻的观众朋友们 考虑过来留学的话 其实也不妨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您好 我这边是多资处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呢 哦 您是想咨询这方面的业务对吧 没问题 那我帮您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